当地时间2月1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在会谈结束后的发布会上 普京明确表示 俄罗斯不希望发生战争 正因如此 俄罗斯提出关于欧洲安全的相关建议 而北约才是过往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元凶 主要是否搞了一个大运动作战争的好优 ellen几个地方 在哪个大运动作战争的鳍间 在同一方的东西 这几个人开始成功了 这也有没有人成功了 这也有不 İş牵始ó的 几个人在这里 没人资金针缴取关于欧洲安全的监装 当地固定谈 不明义会这个EP 是什么人是有没有这种 那么我们赌勇之是 递留意地方 普京表示 俄罗斯愿与美国和北约 讨论一些安全议题 包括中岛条约和军事透明度 但前提是能够就涉及 俄罗斯核心关切的主要问题 进行探讨 他国对俄罗斯的武力威慑 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俄罗斯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舒尔茨指出 对于欧洲来说 持久的安全与和平 只有通过与俄罗斯合作才能实现 他强调 现在每一方都应该勇于承担责任 避免欧洲发生战争 他还表示 德国已经准备好 与欧盟和北约的所有伙伴和盟国 同俄罗斯就缓解局势的具体细节 展开进一步会谈 15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发表声明称 尽管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仍在持续 但西部军区和南部军区部分官兵 已经结束边境演练任务 他们将于当天稍晚些时候 启程返回常驻地 路透社和法新社认为 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地区 撤走部分官兵 这可能会缓和俄方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面 而在此前一天 俄国防部长 邵伊古就俄海军大规模军演 以及日前俄军驱离美国潜艇等相关情况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工作汇报 邵伊古表示 俄罗斯海军大规模军演已接近尾声 演习结束后 各军区各舰队军力将返回各自驻地 俄罗斯不会和乌克兰开战 美国在俄问题上始终在山方点火 而且有多个时间表正在对俄罗斯进行抹黑 包括大量的兵力调动和调整 重型武器装备的前置部署 战争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触发 而且对气候条件 道路通行条件进行了美国式的猜测 那么这次俄罗斯主动把作战兵力 从演习地区到驻地进行调整 说明美国所声称的 俄罗斯的军事入侵行动的基础根本不存在 如果没有兵力没有武器 用什么去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这个举动从根本上戳穿了美国的谎言 他们已经消灾了美国的谎言 政府评计一下